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哇哇哇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政治記者 黃偉涵先生 第二位是媒體工作者 鄧蓮煌先生 還有一位是財經專家 汪潔明先生 以及媒體工作者王世綺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 是台灣硬起來 我也不知道要哪個地方 好不好 我們血管應該會很硬 OK 吃了收水油是滿多的 還有肝應該也沒硬 肝也會硬 可是因為肝病防治基金會 20年來的努力 台灣真的是肝病 有好很多 好很多很多 這邊要感謝 肝病防治的學術文基金會 不過今天講的是 先從選舉開始講好了 因為今年的選舉 好像真的很冷 那麼往年到這個時候 其實已經要很熱鬧了 最冷的地方在新北市 新北市豬沒有 有什麼討論 男分上新版 然後我不能理解 為什麼柯文哲會被這些 芝麻綠豆的事情 咬成這樣 就是說以他們雙方兩個人的 財產的比例跟財產來源的 可被追溯的這樣子的一個路徑來看的話 怎麼柯文哲會被咬成這樣子 我這個我不太能夠理解 你看昨天柯文哲公布的帳戶 只有從2006年開始 就已經有一千多筆帳目 那羅蘇蕊做法就是說 我今天拿一筆 子儀這個你要不要說明 明天我再拿一筆 這個你要不要說明 那一千多筆 你講得難得 講得算計算 你也講不完 所以柯文哲後來他們陣營 他自己也決定 他說那好 我們就一次把他講清楚 那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小小的內幕 當時柯文哲在跟幕僚開會 他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要公布他的競選的 整個收入跟支出 因為柯文哲之前提了一個政見 叫做透明政府 他不是講他如果當市長 各局處重要會議紀錄我要上網 然後市政府的決算我要上網 那他就跟幕僚講說 那我們來公布競選的收入跟支出好不好 結果所有的幕僚通通舉手反對 沒有一個贊成 那柯文哲就說 如果我們自己都做不到 我怎麼讓市民相信說 以後我當市長之後 市府的資訊會公開 所以柯文哲決定要公布 好 第二件事就是這一件事 他當時也說 那我們來公布好了 結果幕僚說 你這樣風險很大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大家都報過稅大 有時候我們有時候會有 可能會有其中一筆或兩筆收入 要麼沒收到扣角平單 或是不小心忘了 那通常國稅局這種情況 要通知你補稅 那我們就去補嘛 那你想想看 他的扣角平單還有 他這個一千多筆的資料 會不會其中有一兩筆 可能是因為筆誤 或是記帳上的錯誤 會丟到 那他的幕僚就擔心說 那萬一這兩筆 被人家雞蛋裡面挑骨頭 警察說 你看 柯文哲做假帳 你補不補 逃漏水 對 結果柯文哲就打了一句 他說 我寧可斷一手一腳 要捍衛我個人道德的正當性 所以還是決定要公布 那我覺得他們公布的用意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清理戰場 反正我在那邊放三天 任何人要來看要來拍照都可以 那你連勝文陣營 只要拿著連勝文的委託書 說我是代表連勝文陣營來查帳的 被連勝文授權 對 那他也讓你拍照 你都拍照都可以帶回去沒有關係 就三天 之後他大概 我覺得我的研判 可是你不會跟你再去講這個MG149了 除非說你拿出證據說 有多少錢進到柯文哲的帳戶 或是說進到柯美蘭的帳戶裡面 就是有貪污的證據 要不然他就清理戰場 大概這個議題大概就到此為止 可是他另外開啟了一個戰場 結果每次柯文哲講到的事 他就很生氣 就說 連勝文財產竟然跟我一樣多 這怎麼可能 我是模仿他的表情 他很生氣 他講到這個就一副快抓狂的樣子 他覺得說 我們阿嬤做醫生也算高收入 奮鬥三十年 我們累積了一億大概不到一千萬的資產 他昨天公布了 連勝文你44歲 你也有一億多的資產 那你的錢從哪裡來 你要告訴我們 其實我昨天自己無聊 沒有沒有沒有 是連勝文44歲財產只有一億多 對 應該這樣講 其實 怎麼會這樣 我昨天幫他算了一下 其實蠻恐怖的耶 我們假設連勝文24歲拿到碩士開始工作 44歲他工作20年 他存款有一億喔 那代表說他一年要淨存款500萬 那以連勝文生活奢華的程度 一條牛仔褲一萬多 女朋友25歲生就沒了 不能這樣講他高啊 人家布就用得比你多一倍 你要怎樣 一倍也 我一條牛仔褲也才一千多啊 一倍他算那三千好不好 他的布也用到我的四倍嗎 品牌不一樣啊 連臉都遮起來嗎 品牌不一樣啊 OK啦 那你這樣講是王思琦的衣服都很便宜 個人品味問題好了 一條牛仔褲一萬多 女朋友25歲生日送25樣禮物 太太過生日花100萬開Posh 以他這種生活的支出 我們保守估計 他一年應該至少花個兩三百萬 當生活開銷吧 那算一算他一年至少要有 七八百萬的收入 所以這個不對等的地方就是說 然後去盯柯文哲那個幾千塊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會很生氣就是這個原因嘛 我是想說其實大家也知道 因為這個 將來柯文 連勝文可以繼承的財產應該是不少 可不可以這樣講 對 因為曾經有人估算過 以事實上現在市值來說 大概都是超過幾百億啦 甚至有人估到 相近六百億這樣的數字 但是因為是在 在連戰的手上 所以還沒有過給他 對 連戰的爸爸 有一些在基金會你一下 裝了六個基金會帳戶嘛 那他們很聰明 你把一些土地資產放到基金或商務 那就可以免受被監督 那他已經反正交通信託了嘛 但是其實這裡面有暗藏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 連勝文是不是這個年紀可以賺到一億多 其實他之前那個基金的報酬率 曾經一年的報酬率是1.2億美金 我們在基金業我們知道 其實如果你抓到一個行情 那是2014年到208年 我不是第一連勝文說一下 我說如果在資本市場裡面 你要賺這個錢其實是有可能 但是 但是因為發生像金位TDR這種事情之後 我們其實很想知道說 你今天跟中國商人 因為你知道你在香港操作股票 能夠賺這麼多錢 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香港股市 也沒有成長幅度那麼驚人 明顯的事情 你可能有做一些股票 那些股票是賺很多錢的 我們比較好奇的事情是 你這些錢你的來龍去脈要說去 是不是有像金位TDR這樣子 把金位拿來台灣 撈了一筆錢去大陸 然後傳出一堆有的沒有的事情 股票還大跌 那中間你有沒有拿到好處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資本市場 你正常去賺錢 你有下跌風險 但是如果你是要替 像金位TDR這種操作方式 你取得佣金 那那個金額是很可怕 所以其實我們比較好奇是 連勝文說 你一定要把你的這些收支明細 交代出來 你說你今天是基金賺來的錢 那我們就承認 但是我們要看的事情是 金位TDR是 你到現在還沒有講清楚說明白 那相關你當時炒作 因為它是類似的 就是一種特別型的基金 所以它會對某些股票 實股上限可能比較高 那你怎麼持有這股票 我們比較好奇 但是我請教你一個官業的問題 就是說連勝文 因為羅素雷講說 連勝文都海外所得沒有單據 海外所得會不會有單據 一定有單據 因為像基金公司的收入 尤其是我這樣講 如果台灣的對於 所謂的投顧投信基金的管理 是到這個程度的話 那對不起香港可能這個程度 所以比台灣嚴格就對了 很嚴格 像我們台灣 你是董事或者總經理 不需要有 不一定要有執照 但是在香港 你只要掛到執行董事總經理 你一定要有執照 所以連勝文 我認為他應該不是主要的核心 他是掛VP 對 他其實可能 如果他是掛副總裁 那他也要有執照 所以他某種程度 應該是比較小的 類似邊緣的一些 你知道非直接管理基金的 你在香港 你只要是直接管理基金的 有直接奔助基金 對不起 你都要執照 他念法律性要考執照 以他公子格 真的把執照拿出來證明一下 執照容易吧 連勝文 執照拿出來讓我們證明一下 說你真的在香港有執照 那我符合你 好 但是我其實 那有可能他是在海外設公司 所以近處都在海外那個帳戶 台灣根本 所以他拿不出單據來 是根本沒有 真的是沒有拿出單據 所以海外公司就 他的所得 就處理掉了 因為那就要回到一件事 那就表示他的所得 有別人給他 或者是別人給他 因為如果今天他就兩份工作 你說之前那個摩克森林 那個VP那個薪水有限 而且他時間工作也不長 而且說真的 念法律性的 會到大型的券商做投資專家 我都很懷疑他去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行業 對不起 你去摩根 你要進去 有沒有看會不會電影 一個黑人演的 你要進去裡面工作 第一次就先考執照 先讓你當實習生 實習完執照考執照 你才能進去掛VP喔 那你要知道在美國 你要考到37 你要考到7這個執照 那一般來說我看 他的執照有年限嗎 香港這樣 你如果5年之內沒有 沒有人幫你職業的話 這執照就取消了 那沒關係 過期也沒關係嘛 拿出來嘛 對 一定有 總還在嘛 一定有 所以今天我 曾經有過就算你有了 有 對 你就秀出來 不過你現在標準這麼寬鬆 對啊 秀出來 所以我要說一句話 剛才回答這個美人的問題是說 參加過奧運就算你冠軍了 哈哈哈 你的所得一定有明細 你佔了多少的股份 你拿了這1.2億 你的公司賺的錢 有多少到你的戶頭 這些都有明細 而且不要說我們不查 那個香港查得緊的 他對於所謂的 跟資本市場有關係的人 都是有所謂的 那你 OK 那林順文說 他自從他做那個悠悠卡董事啊 什麼他財產被查過3次了 你們還要查什麼 沒有人查過他的財產 有啊 沒有 他是監察院申報 監察院申報的時候啊 監察院申報沒有在查 監察院申報是要抽查 監察院只查你今年的這一次的申報 是不是實在 他不會查你財產什麼 不是嘛 選戰法這一點 是羅 不是 我覺得有兩大項 第一大項是說 柯文哲夫妻 他們都是大醫院的醫生 其實他們每一筆帳 國稅局都會有資料 剛剛連環講說 我們報稅的時候 可能會漏報一兩筆 可是國稅局的 我們用那個卡有沒有 自然人評價 他就直接告訴你 你還有這一筆 所以你每一筆稅 其實是逃不掉的 這是柯家的情況 那第二個是說 連勝文陣營 他本來就是一個 家裡面財產太多 多到讓大家很有懷疑的 這樣背景的人 你用錢去打一個窮人的錢 我覺得太不明智了 因為大家會更加深說 對啊 柯文哲 他們兩夫妻 如果錢有問題的話 那你們家錢更多 不是真的有問題 所以韋翰 他的目的搞不好不是打你錢 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激怒你 把你的那個人格特質裡面 不穩定的暴怒的那個性格 要被凸顯出來 好 其實是有打到 有沒有打到 我覺得有 這不會有啊 他是有多梗的 對啊 向中